嗨,大家好,明天就是除夕了,所以说我打算去市场的话再去补一点货 我估计啊,现在市场的话人应该挺多的,虽然说今天降温了 然后呢,现在也12点,快要12点了 我昨天其实已经去过一次了,对,我就觉得说人还挺多的 那我今天再去补一点吧,总是觉得,哎呀,少那么一点点安全感 因为我昨天大概问了一下,很多那个卖菜的商户啊 大概都是初六,初八才会开,所以说我打算把家里面的东西稍微备足一点 这是一个早市,对,然后平常这个时间可能人都变少了 现在人还挺多的,马上过年了 我们看一下物价怎么样,有没有因为过年浮动很大 这葱也太便宜了,才45块钱,可是卖完了一把 哦,这东西都没有变贵哦 那个蒜才45块钱,真的便宜了,我前几天买的时候还更贵一些 黄瓜29 哦,番茄才25 我买点彩椒吧 哦,很多菜都比我之前来的时候要便宜多了 哦,这是1,024小时开的水果店 看看价格 哇塞,他们家番茄才卖10块钱一斤,太便宜了 哦,价格都没有因为过年要张价 过年有开吗 哦,都是一样24小时哦 哦,好,谢谢 嗯,还真挺稳定的,都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一样没有鸡蛋呢 哈喽,还是没有鸡蛋哈 哦,不会 哈喽,五倍券还有收好 哦,谢谢 太重了,等一下回来再最后买水果 看这个,论个儿买 冒虎蜜干 三块钱一粒 市场这边的话 每天中午也是有这个垃圾车来收垃圾 这个好像就是 台湾传统过年都会买的菜 叫常年菜吧 但吃起来味道苦苦的 好像没有谁爱吃 我这青椒才五块钱一个了,好便宜哦 从市场回来了 我发现价格的话呢 是挺稳定的 没有变贵 而且有一些东西 确实比我之前去买还便宜了很多 然后像 像我之前好像买那个 你叫什么蒜呢 好像99亿斤 然后呢 我这次买的话 我看才39亿斤49亿斤 我觉得真的便宜很多 像小黄瓜呀 番茄呀这类的就是 很普通的这些菜的话也都便宜了 包括青椒 对 然后这一次的话呢 因为我冷冻库的东西都已经买完了 就是没有一点位置都没有了 然后我那个什么 今天的话就补了一些青菜跟水果 我买了一个高丽菜 我想说 高丽菜的话呢 可以不放冰箱里面 然后可以 也可以保存比较久的时间吧 哦 对 我还买了一包饺子皮 然后我想说饺子皮啊 就是 我想那个什么 把饺子皮擀得大一点 然后 当那个春饼的饼皮 就不用再弄面了 我觉得这也挺方便的 我在网上看 有人教这种方法 但是今天价格没有贵 我还觉得就是还觉得挺吃惊的 就是过年前的话 物价一点都没有变贵 还挺稳定的 这就是我今天的全部收获 然后 这个是意大利面的酱 这个是一包木耳 这个鲜木耳 也可以放比较久 还挺好的 我觉得 土豆 哦 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 香菇 买的也挺大致 这个130亿斤 很大 然后 这个是麻油菇的这个 火锅料包 很多这个网友都给我提议说 让我吃火锅 我就买了料包 然后 瓜子 白的花椰菜 菠菜 然后这个是什么 蛤蜊 就蛤蜊 下面买了点红肉的地瓜 红肉地瓜 豆腐 碗豆腐 枣子 是什么 彩椒 这个是 是叫什么 茂谷 茂谷的一种品种吧 是 还挺甜的 我觉得水分比较足 饺子皮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什么 高丽菜 一大颗高丽菜 还有点姜 这一些的话 我通通是花了 一千 一千二台币 我看 一千台币 差不多一千块台币 大概和人民币的话 是两百二三左右吧